民国时期声名赫赫的宋氏家族 凭借社会替位与政治权势 被誉为民国第一家族 生于这个家族的宋氏三姐妹 更是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最闪耀的姊妹话 大姐宋矮林 联姻山西大富户孔祥西 富甲天下 二姐宋庆林 追随国父孙中山 忧国忧民 小妹宋美玲嫁给了蒋介石 全清一时 他们来自同一个家庭 生于同一对父母 然而三姐妹因为天性 志向信仰的不同 后来有了不同的选择与方向 以至于在人生道路上 分道扬镳 渐行渐远 有人评价他们三人 在遥远的中国有三个姐妹 一个爱钱 一个爱国 一个爱权 这种高度概括 难免有点以偏概全 读过他们的故事 才可能了解真实的人生 爱钱的欲望由何而生 爱国的信仰怎样坚定 爱权的因缘如何书写 今晚开始我们将为您带来宋美玲字述 通过这本书一起了解宋美玲这朵钢铁速成的花 如何绽放她的传奇人生 提及宋美玲大概无人不晓 她是宋石家族的成员蒋介石的夫人 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 还是国母宋庆龄的妹妹 这些身份众所周知 同时也只是对她进行高度概括的标签 从深入一些的角度看 她是一朵钢铁速成的花 是蒋介石心目中 抵得上20个陆军师的贤内柱 是朋友眼里绝对聪明的女强人 是世界级将军心目中 公主一般尊贵的女性 还是国际媒体笔下 具有有宝石般的话语 和珍珠式的魅力的东方女性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改变 亚洲历史的人物中说道 蒋夫人除了担任她丈夫的议员 还具有其他的意义 一般人认为一位领袖的妻子 细因夫而归 与个人在历史上的表现无关重要 这种看法不但忽视一位领袖妻子的 在幕后所担任的任务 且玷污了领袖妻子所具有的 特质与性格 我相信蒋夫人的智慧 说服力和道德力量 以使她自己成为一位重要的领袖 蒋夫人是一位文明美丽 整洁 女性化及坚强的女性 从本质上看她是谁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怎样的家境背景 成长环境 学业经历 造就了这样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人 宋美玲自述这本书 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 由宋美玲发表于不同时期的演讲稿 相片 回忆性文章 书信 各国名人对宋美玲的评价 为我们提供答案 这些答案从多方面多角度 在线宋美玲的生平 思想作风 外交风采等整体风貌 翻开这本书 如同在时代的海洋中 从这个充满神秘色彩和争议的女性身上 学习她的优点 细节里 看岁月中沉淀的美人 如何对待生活 因此可以说 这本图文并茂的书 既展现了一位传奇女性的一生 也是一部宋氏家族 人物相片集 1897年3月5号 宋美玲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买伴之家 排行老四 是大家庭里真爱的小女儿 她的祖籍是海南文昌 这得从她显赫的家庭背景说起 父亲宋耀儒 在19世纪末的中国 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 那个时代 她靠自己的努力奋斗 以一己之力 协助孙中山建国立业 在海南岛文昌县 充满天涯海角 荣树椰林的南国风情 宋氏祖居便坐落于此 透露出大户人家的门庭风范 追踪宿祖 他们第一个可查证的家族人物 是北宋名将韩琪 宋耀儒是元祖韩琪的二十八十孙 宋耀儒的父亲宋弘毅是一位儒商 为人宽厚 热心公义 受乡人敬重 作为长子的宋耀儒 过继给唐舅 随之改姓宋 后来开枝散叶 发展壮大 成长出在民国时搅弄风云的宋氏家族 而他自己成为宋家王朝的奠基人 宋耀儒从小志向高远 反对陈旧的传统观念 又受到西方文化进取 与冒险精神的殉陶 为了改变命运 他偷偷爬上开往波士顿的货轮 去大洋彼岸追寻梦想 1885年 宋耀儒学业有成 回国传教 他还在教会学校负责教学 国学大师胡适 也曾是他课堂上的学生 之后他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 经营美华书馆 除了圣经之外 还印制各种进步书籍 报刊 与此同时 宋耀儒还担任上海一家面粉厂的经理 成为第一个 代办外国机器的商人 宋耀儒从一名虔诚的传教士 成功转型为实业家 传教步道 支持孙中山革命 经商复国 这是他倾尽毕生经历 与财力去做的三件大事 因为志趣相投 宋耀儒以自己的社会声望 与经济实力 在帮助孙中山推进民主革命事业上 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 获得共和国名誉主席之父的成语 这种追求 经历与挚友 在冥冥之中 极大程度上注定了子女的追求 其中包括宋美玲的人生理想 宋耀儒的胆识与魄力 不仅助她开创自己的广阔未来 还将这种基因 遗传给了子女 使他们在人生道路上 锐意进取 她的基督教信仰 不仅成为自己的人生底色 同样给予子女 耳濡目染的熏陶 读宋美玲自述这本书 我们会明显感受到 这种信仰 对宋美玲一生的影响与启示 父亲给予宋美玲勇敢与智慧 母亲赋予她善良与虔诚 母亲倪贵珍出生名门 家世渊博 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后裔 徐光启信仰并传播基督教 作为她的后人 尼贵珍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 尼贵珍的父亲尼衣山 是位法律专家 造诣很深 活跃于社会上层 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她思想开明 对三个女儿给予新式教育 作为小女儿的尼贵珍 她有一双与旧时代传统格格不入的大脚 总而成为结婚困难户 但她天性聪颖 喜爱读书 因为成绩优异 被保送到上海配文女子中学 毕业后 留校任教 拥有尼衣山这样一位开明的父亲 加上从小读了不少书籍 尼贵珍在思想上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 她不是只懂女工与家务的大家闺秀 而算当时的进步女性 关怀社会热心慈善 因为奇妙的因缘 加上秩序相投 浙江女子尼贵珍 与来自南国的宋耀如结为抗力 新娘丰厚的嫁妆 广大的社交网络 为丈夫事业的腾达添砖加瓦 也为他们的子女的大好前程 航实基础 宋尼夫妇二人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 又有虔诚的宗教信仰 崇高的人生追求 他俩平日教育子女 应该做一个自信自强 具备社会责任感的人 王曾琪说 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 充满人情味的家庭 首先必须做到 没大没小 父母叫人敬畏 儿女笔管调直 最没有意思 宋耀如与尼贵珍组建的家庭 在先进思想的教化下 不仅将孩子视为家庭成员 还把他们视为朋友 民主平等 宁静有爱 他俩根据孩子兴趣 培养专长 宋家姐妹三人 泼辣的矮铃 痴迷唱歌 文静的二姐庆铃 喜欢弹琴 活泼的小妹美琳 爱好跳舞 每天晚上 宁贵珍弹着钢琴 二姐小妹站在一旁 边看边唱 大姐在一旁演奏小提琴 父亲坐在沙发上 翻阅报纸 同时检视三姐妹 是否认真 大雪纷飞的日子 宋亚如领着孩子们 去雪地里 跳起鹅舞 既强身健体 又陶冶性情 这不仅营造出 欢乐的家庭气氛 培育孩子的审美情操 更是丰富了 他们的精神生活 良好的家风 是给孩子最好的 言传身教 优异的父母 教养出色的孩子 宋美玲何等幸运 她就成长在这样一个 欢快 平等 自由的大家庭 1910年 宋美玲11岁 她跟随赴美留学的 二姐宋庆龄来到美国 小小年纪飘洋过海 虽然有姐姐在身旁 总归让人学会独立 起初 姐妹几个在德莫雷斯特 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 暑假结束 大姐准备回国 二姐准备返回维斯理学院 而宋美玲年纪太小 还不能上大学 同心未敏的宋美玲 喜欢皮德蒙特的村庄 也在当地孩子中 结识了小伙伴 平日玩得很好 姐姐便把她留在那里 交给一位校友的母亲照管 在这里 宋美玲生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上完八年级 日子过得非常快活 她一边学习 一边以敏锐的目光 观察身边的同学 最使她感兴趣的是 和她一起读八年级的同学当中 有很多都是成年男女 他们来自偏远山区 还有些人已经在小学 从教多年 才获得上皮德蒙特的学费 宋美玲来自富裕家庭 含着金勺子出声 她从小衣食无忧 自然无法了解 平寒子弟 求学过程中所遇的窘迫 这份不了解 促使她去关注 对于这件小事 书里这样写道 同这些生来就没有铁饭碗的人们接触 使我这个女孩子深受感化 我从未以别的方式体验过 这种接触 它使我看见了他们的真正价值 说到底 他们和他们的一类人 一直都是所有民族的动量 事情虽小 却在宋美玲心湖激起涟漪 或许正因为这份感化 让小小年纪的她 明白人生有别 命运不公 也激起她 为他人谋福利的仍爱之心 圣诞节快到了 宋美玲与另外两位同学商量着 决定做一件有意义的善举 每个人拿出25美分 用这笔钱去买土豆 牛奶 汉堡包等食物 失守给铁路沿线的贫困家庭 面对这个计划 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 仍爱的正义感 令她自己激动不已 宋美玲喜欢生物学 她坚持购买大量的糖 可以借糖的碳水化合物 给体弱的孩子带去能量与温暖 另一个同学建议多买些土豆 她认为土豆能够产生热量 能够很好的冲击 她与二位小伙伴为这种行为感到高尚 但不想高调炫耀 所以准备秘密行动 不承想 因为太激动 商店老板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了解到他们为买哪些食品而起的争执 这位商店老板也是好心人 被他们的善心感动 把每样东西慷慨捐献给他们一些 才平息了争执 然后宋美玲与同学 拎着装满各种食物的包裹 步履艰难地走向那些贫困家庭 此时此刻 关于这群善良孩子的心理 宋美玲在字述中写道 我们感到心花怒放 就像圣女贞德正在行使一次神圣的使命 许氏遗传了母亲的聪慧好学 许氏天性亲近生命关怀 宋美玲的哲学成绩非常好 在皮德蒙特上学期间 她的哲学取得98分 是班上的最高分 也因此成为唯一免掉期末考试的学生 若干年过去 宋美玲回忆起这件事 依然津津乐道 大半生走来 她登上过国际殿堂 获得独一无二的殊荣 她却将此视为一生从未有过的自豪 宋美玲不是全才 也有偏科现象 对她来说 哲学考试得心应手 可是考数学 尤其进行百分比换算的时候 她就头大了 无法施展任何才能 结果仅得C等成绩 刚到美国时 宋美玲的英语知识还很浅薄 常在语法与措辞方面犯错误 老师的耐心纠正 加上她自己勤学苦练 慢慢有了排异解难的能力 英语水平上了几个台阶 那个时候 政治芳华的宋美玲做梦都不会想到 自己对英语的刻苦学习 为后来在美国国会上发表演讲打下基础 正如她自己所述 那时的苦练也许与我以后 我在此种能力上的训练效果相同 正所谓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每一步都算数 在这一阶段 宋美玲还进行了大量阅读 她借助的屋外有两棵大树 中间有一张木板凳 那是她最喜欢去的地方 一张木凳 两棵大树 一本书一个人便能度过安静 且充盈的阅读时光 宋美玲从小性格开朗 能与别人打成一片 除了去学校上课 在树下阅读 她还从房东女儿那里 学到了和弦 颤音这些演奏技能 这一时期她学会了小阳观 小耗子田野四处跑这些小曲 音乐可以滋养心灵 音乐背后的故事 却也丰富了青春的头脑 书里有那一时期的相片 宋美玲与同学们在一起 她和其他女生一样 短发白衬衣 看起来比旁人小很多 目光中透出 超越年纪的成熟与坚毅 甚至还有点犀利 在皮德蒙特学习之余 宋美玲会和玩伴们一起去采摘真子 这是她们喜爱的娱乐活动 很多年后 她还会在脑海浮现出一条路 路上积满尘土 常常地延伸至视野尽头 每到周末下午 宋美玲就同伙伴沿着这条路走向树林 如果运气好 碰到赶马车的好心农夫 愿意让他们搭载一程 还分享她作为午餐的玉米面面包 有时还会撕扯一部分油炸鸡腿给他们吃 虽然美食当前 但是作为一群小女孩 谁都不好意思接受 作为来自一帮的女孩 宋美玲时常受到当地人的戏弄 不过这些戏弄都是善意的 大家玩笑一番 然后蹦蹦跳跳地钻进树丛 去采摘真子 黑莓 新鲜野果 现摘现吃 心满意足后 还要带一些回去 这是大自然馈赠的美味与快乐 在那里 宋美玲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给她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女孩子做事动作迟缓 她的人生志向是 能够在圣诞节演奏赞美歌 使她的情人为之倾倒 宋美玲认为 这个目标值得赞赏 但她怀疑对方为公子哥 全力以赴的价值 因为通过平日的观察与接触 她觉得身边那些男孩子不够有涵养 每到星期天 房东太太会邀请这些男生过来吃晚饭 他们20岁上下 有几位是来学院深造的乡村教师 在此之前 房东太太精心制作出热饼和黑莓酱用来款待 他们总是毫不客气地将这些美食消灭精光 宋美玲冷眼旁观 感到非常惊讶 从这些日常小事 她能够见微知著 洞察一个人的素质 毫无疑问 在同龄人当中 她的眼光是较高的 品位也是较好的 这样一位出生好 心气高的女子 不禁让人想到 民国才女 吕碧成的两句是 不遇天人不目成 秒姑相对 便宜情 还有一件事 同样让宋美玲终生难忘 十二岁生日那天 她的耳疼病突然发作 疼痛难忍 旁人为她请来医生 医生到后 将热油滴入疼痛的那只耳朵时 她表现得惊恐万分 这份模样 却惹得医生乐了起来 人生如旅 总是走在路途 即使过客 早晚都要离开 宋美玲在皮德蒙特 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光 余生再没有去过 我再没回过皮德蒙特 但是我在那种环境中 度过的岁月 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17年 宋美玲学成归国 回到上海 很快成为上海滩 上流社会的活跃人物 相片上的她 芳华正茂 面如玉盘 奇眉刘海 珍珠耳饰 坠在两边 是个标准的美人 她凭借美貌以才干 很快在各种社交活动中 长露头角 如同一颗意义生辉的明珠 吸引众多目光的关注 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终生大事 宋美玲说 她从来不愿意选择做一个 单纯的贤妻良母 相夫教子 淹没于家庭的柴米油盐 一辈子默默无闻 与男人平起平坐 出人头地 叱咤风云 是爱权的宋美玲的野心 电影《宋家王朝》中 宋庆林与孙中山恋爱 在日本私定终身 对这件事 全家人都反对 唯有宋美玲支持 在她看来 为爱私奔实在是浪漫的行为 她在信里告诉宋庆林 自己以二姐为榜样 将来也要嫁给英雄 孙中山逝世后 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以此与武汉国民政府相互抗衡 从此 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左右两派 这场政坛上的分裂 涉及到了宋氏家族 本来融洽和谐的一家人 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 而出现对立 宋庆林代表国民党左派 宋矮林代表国民党右派 宋矮林很会审时夺势 在她眼里 蒋介石是极具才干的政治明星 前途不可限量 于是 有了把小妹宋美玲嫁给她的想法 对此有人反对 有人赞同 关键还得看宋美玲本人 那时候 宋美玲已经有男友 对方是留学生 家境优渥 两人感情也很好 面对大姐的建议 起初她也许是否定的 毕竟蒋介石大自己十来年 又有三个老婆 生性风流 并不是理想的配偶 当宋矮林提及蒋介石的权势 分析嫁给她之后 获得的权利与荣耀 宋美玲心动了 不论男女 对于有野心 有虚荣心 活得现实的人而言 权利是一种春药 巨大诱火当前 各种缺点都可以忽略不计 最终 宋美玲决定与男友分手 然后嫁给蒋介石 对于蒋介石而言 这场婚姻 对于自己的革命事业 既是一次投资 也是权与力的交易 因此宋家提出的种种条件 她都一一答应 包括修掉结发妻子毛福梅 送走另外两个老婆 除此之外 蒋介石为了获得 丈母娘倪贵珍的认可 投其所好 她还跟随宋家皈依基督教 开始学习丈母娘赠予自己的圣经 爱情从来不是买卖 婚姻却可以是结盟 至少宋美玲嫁给蒋介石 在局外人眼里是这样 婚约既定 结盟欲成 两个当事人都开始忙碌起来 宋家上下为宋美玲 赶着嫁妆 价值不菲 蒋介石这边安排了前任后 她也为自己拾夺起来 从外国请来名裁缝 赶着礼服礼貌 双方重视程度 世人对其关注 使之成为当时中国 最隆重的一场婚礼 1927年12月1号 宋美玲与蒋介石的婚礼 在上海举行 这场空前隆重的婚礼 前后举行了两次 第一次下午三点 他们在上海西摩路 宋家宅邸 在农烈的宗教气氛下 按照基督教习俗举办 时间很短 而且安静 第二次 他们来到上海大华饭店 再次拉开华丽序幕 开始一场 兼具中国传统味道 与社交色彩的婚点 主人宴请宾客 刀棚晚坐 来宾 公愁交错 迎来送晚 这场趋水流伤的婚礼 一直进行到深夜 才取中人散 这场婚礼 在世人眼里 无疑是一场 强强联手的政治婚姻 是权力与财势的结盟 这场婚姻 虽然存在 全市利益的考量 但与两人 是否存在真情 并不矛盾 1927年10月 宋美玲接受 日本大阪 每日新闻的采访 记者问得直接了当 甚至有点犀利 女士婚姻 何以迟迟至于今日 那个时候 宋美玲已经30岁 在那个年代 算得上圣女 条件绝佳 为何难免加许 她的回答 也许是真心话 也许是场面话 就看个人理解 因是密德 相爱之人故 书里有好几张 蒋送结婚时的相片 虽然黑白 却未演当时的 浓墨仲裁 其中一张 是宋美玲 与蒋介石的婚礼照 她一袭白色长裙 头戴白纱金 手捧一大树鲜花 笔直端坐 站立一旁的蒋介石 西装革履 微露笑意 又显得收敛 忘却大环境的乱世 这对新人 俩然是岁月静好的模样 还有一张照片 老太太倪贵珍 端坐中间位置 左右两侧 分别是大女儿宋矮玲 小女儿宋美玲 后面站着的二位 分别是大女婿孔祥锡 小女婿蒋介石 宋庆龄不在其中 因为那时 宋氏家族的成员 已经因为证件不同 而分裂 还有两张照片 从中可以看出 宋美玲与二姐 宋庆龄原本的关系 其中一张拍摄于1924年 他俩在广州元帅府 宋庆龄坐在椅子上 宋美玲倚靠在后面 眉眼嘴角间 是玉影环露的锋芒 那一年 他俩都是芳华正茂 亲密无见 政治立场也在同一条战线 还有一张 设于1943年 已进入不惑之年的宋美玲 看起来雍容华贵 面容精致 又不失圆润 据说 这是宋美玲一生中 最喜欢的照片 她将它送给了二姐宋庆龄 并且在避念提签 给姐姐罗莎蒙德 爱你的眉 时宜逝转 风云变缓 从来是无法预料的事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从热情到冷淡 也由不得自己做主 到最后 宋庆龄临终之际 想再见妹妹一面 而曾经爱她的眉 终究没有到来 没有达成姐姐最后的愿望 大概也成为她自己的遗恨 嫁给一个人 就是嫁给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宋氏家族的女性来说 嫁给一个人 就代表选择了一种政治立场 或许 对于世上任何一个女人来说 婚姻都是一场赌博 宋美玲选择了蒋介石 也就选择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一决定 让她与二姐背道而驰 而蒋宋二人的结合 在宋庆龄眼里 同样是一场政治婚姻 当局的人是否感到幸福 是否有过一丝后悔之念 不管世人如何评说 鞋子合不合脚 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式 只有穿鞋的人心里最明了 近代中国妇女杂志 曾对这场举世瞩目的婚礼 给予评 这次结婚 是她人生的一段理想 这使她充分如愿以偿 漂亮的 穿着讲究的 受过美国教育的宋美玲 与蒋中正那个 中层社会的现实性格 开创人生另一段旅程 书具启示 对于蒋介石而言 这次婚姻 功利色彩很大 娶美人 也是未得江山 对于婚姻 宋美玲吐露自己的心迹 我只要就丈夫的需要 尽力帮助她 就是为国家 尽了最大的责任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原地 引导丈夫进去 同时 我因生活纷乱 陷于悲仇的深渊 我也想一字拔的途径 于是 不知不觉地 重又回到了母亲 所信仰的上帝那里 有这样一种人生观 也别有了属于她的 别养人生 傅佩荣先生 在《哲学与人生》中写道 宗教是信仰之体现 信仰是人与超越界之关系 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人 不论面对何种人生境遇 不管荣辱顺逆 都不会丧失基本的底气 宋美玲生在一个宗教气氛浓郁的家庭 她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在此影响下 她与兄弟姐妹也从小信仰基督教 翻看宋美玲字述一书 我们会从宋美玲的演讲稿 书信的字里行间 感受到她从小所受的教育熏陶 按天性 我不是宗教家 至少不是一般人所谓的宗教家 我的个性不喜欢玄虚 而爱好实际 我很重视世间事物 有时或许重视的 有些过度了 所谓世间事物 并非仅止物质方面而言 我爱一个美丽的瓷瓶 比较高价的珍宝为神 虽然宋美玲自称爱好实际 从上面这样的字述中 又可以看出她性格中浪漫 无虚的一面 和丈夫一起出门旅行 经过拥挤污浊的城市 她会为此感到繁忧不安 当飞机穿越弥漫的云雾时 她却能够忘记自身的安危 个人的安危 宋美玲从来不放在心上 她的心思在大的事情上面 比如如何管理国民革命军 遗族学校 如何把学生训练成良好的公民 如何教育他们 使之将来对社会做出贡献 如何改善千千万万民族同胞的生活 这种博大胸肌与进取精神 遗传自父亲宋耀儒 但她自有辨认 对别人讲的道理并非全盘接受 而会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辨 这是她的天性 也跟她从小接受的西方教育有关 前面章节讲过 宋美玲上学时候 哲学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 我常常想 所谓忠诚信仰不朽等等 不免有些近乎理想的 世上所看得见的东西我才信 否则我就不相信 别人承认的事情 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 适合父亲的宗教 未必能够打动她 她说那只是口舌 宛如唐医药丸的宗教 我并不信仰的 这是宋美玲的独立思考 也是她的怀疑精神 毫无疑问 她向来是个极有主见的人 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 与上帝非常接近 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 这是宋美玲字述中的一句话 她的母亲尼贵珍 也是一位基督教徒 比宋耀如更加虔诚 宋美玲深深记得 在她年幼时 母亲强迫对她进行宗教训练 性格叛逆的她 总是不愿听话照做 即便如此 这种被迫的训练 还是给她产生深远影响 那时候 每逢家庭祈祷 宋美玲总是感到非常厌倦 她便以口渴为由 偷偷溜了出去 那时候 每到周末 她需要跟兄弟姐妹 一起跟随父母去教堂 冗长的说教让她心生增艳 即便表面做出礼拜的样子 内心其实万分抗拒 很多年过 月里多了 思想成熟了 对世界的认知发生转变 宋美玲才发现 那时候常去教堂的习惯 不知不觉中 锻炼了她做事的恒心 在宋美玲心目中 母亲与寻常女性不同 个性刚强 处事严厉 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 要属母亲 虔诚祈祷师的情形 他们家三楼有间屋子 专门用来祈祷 母亲每天都会花 很长时间祈祷 有时天没亮就开始 儿女们如果遇到难题 无法解决 母亲就会对她们说 让我去叩问上帝 每次母亲祈祷上帝 解决什么难题 结果都能顺利化解 这让宋美玲尤为不解 还有一次 宋美玲从母亲那里 得到了深刻教训 当时日本已经开始 侵略我国东三省 关于这件事的详情 家人对母亲没有讲述 以免徒增其反忧 有一天 宋美玲与母亲 聊起当时情形的急切 她一时情绪难以自控 对卧病在床的母亲高声喊道 母亲 你的祈祷很有力量 为什么不祈祷上帝 用地震或类似的灾祸 惩罚日本呢 母亲转过脸去好一会儿 然后用严肃的目光 看着血气方刚的小女儿 说道 当你祈祷 或求我替你祈祷的时候 切不要拿这种要求 侮辱上帝 我们凡人尚且不应当 有此存心 何况祈求上帝呢 这句话深深震撼了 宋美玲的心灵 也使其信仰观念 发生转变 后来宋美玲明白 日本百姓也因政府的 谬望猖獗 而遭受痛苦 她便能做到同样 替日本百姓祈祷 可见 父母是孩子最初 也是最好的老师 父母的思想观念 身体力行 会对孩子潜移默化 润无息无声 有人说 宗教是人类心理上的拐杖 在宋美玲漫长 而非凡的人生旅途中 越往后 这种拐杖发挥的作用 越明显 半个世纪的婚姻生活中 宋美玲与宗教 所产生的关系 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宋美玲怀揣一颗热心 极度爱国 极其渴望 替国家和社会做些事情 他明白 自己的机会很多 能够与丈夫合作 不难对国家做出贡献 改善人们的生活 但同时 他也看清自己 虽有抱负 却少一股 孜孜不倦的定力 对此 他不知如何是好 第二个阶段 北方有敌人铁骑 南方政治分裂 西北汉荒 长江水灾 一生祈祷的母亲 又在这一时期去世 自己一时改变不了什么 这种状况 令他悲观颓丧 宋母的宗教精神 对他丈夫的影响 不可谓不大 起初 蒋介石对基督教 一知半解 为始婚约 获得宋母许可 他开始研究 基督教教义 诵习圣经 极致宋母去世 他依然谨守前约 初衷不改 每天照样 诵读旧约 还因此 苦思冥想 存在诸多困难 在此过程中 宋美玲慢慢领悟 只要丈夫需要 自己尽力提供帮助 也就是为国家 尽了最大的责任 因此 他慢慢地将丈夫 引入他所知道的 精神原地 当宋美玲 意识到这一点 他所要努力的目标 便明晰起来 我知道 宇宙间有一种力量 他的伟大 绝不是人们 所可企及的 那就是上帝的力量 母亲鼓励委员长 精神生活的任务 既由我担负了起来 我也日渐和上帝 接近了 由此 他与宗教的关系 进入了第三阶段 从此以后 他觉得自己 所愿做的一切 都是出于上帝的意愿 宋美玲喜欢画画 执笔苗丹青 久而久之 他从中悟出人生道理 人生看似复杂 像中国画 内容不管多繁复 每幅其实只有一个题材 比如花卉画轴 只有一朵花是主体 其余内容都是衬托和辅助 如此便找到生活的主心骨 那朵花是上帝的意志 人需要绝对的虔诚与忠信 才能明白上帝的意志 人生其实很简单 是我们把它弄得如此纷乱而复杂 这是它的人生领悟 世上最可厌的 莫过于有意义 而没有判断的人 祈祷是向导人生的明灯 我所以惶惑 因为智慧有限 我们苟怀疑自己的决断 那么必须寻觅向导 得到向导智慧 我们就可前进 所以在宋美玲看来 宗教的意义就在于 尽我心 我利 我意 以实行上帝的意志 电影《宋家王朝》中 有这样一个桥段 在大姐说服下 宋美玲决定嫁给蒋介石 二姐知道后 坚决表示反对 宋美玲对此非常不解 当初宋庆龄嫁给孙中山 全家反对 只有她支持 怎么轮到自己 二姐却是这种态度呢 宋美玲甚至觉得 二姐之所以反对 是怕自己成为第一夫人 将她取而代之 这是宋美玲一厢情愿的猜想 但是第一夫人这个至高荣誉 应该是她真实的欲求 从大局来说 她想做一些改变时局 关系国民安危的大事 从个人幸福而言 她想嫁给有权有势的男人 我不会只嫁给钱 但同时我也不会不嫁给钱 这是宋美玲的婚姻观 也是她的真实与坦然 宋美玲与蒋介石的婚姻 是一场为双方各自追求 增加砝码的交易 对于蒋介石而言 宋家的社会声望 让她如虎添翼 与最敬爱的美玲结婚 为有生以来最光荣愉快之一日 她将二人结合 视为建筑我二人革命事业基础 而对宋美玲来说 结婚后 她很快以第一夫人的身份 出现在大众事业 在南京 她以第一夫人的身份 陪同丈夫接见外宾 在广州 参加黄浦军校 建校周年庆 在南昌 她随同丈夫出席新生活运动 开幕大会 在重庆 视察妇女指导员夏令营 在武汉 宋美玲创办妇女干部训练班 担负抗战中各项工作 这一时期的相片中 宋美玲始终是C位女主角 或战或座 端庄典雅 风光无限 美貌才能 魄力 出色的口才 流利的英语 富有声望的原生家庭 权力在握的丈夫 这些条件构成宋美玲 征服世人的魅力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这样评价 我相信 蒋夫人的智慧 说服力和道德力量 可以使她成为一个 重要的领导人 宋美玲一直是个 活得清醒的女人 她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并且愿意为之 创造机遇 全力以赴 我拥有任何女人 都应该拥有的 最美好的姓氏 有一个 投身伟大理想的机会 并且有一个 与自己 志同道合的丈夫 人生百年 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 有一位 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 这样的女人 无疑是幸福的 婚后 宋美玲担任 蒋介石的私人秘书 将主要精力用于 协助她工作 与各项活动 很快 她就能在一些事物中 独当一面 发挥出色的管理才能 网上能够找到一段 珍贵视频 在院子里 宋美玲与蒋介石 并肩而坐 她用流利的英式英语演讲 关于中国女性 在社会中的角色 前瞻性的思想观念 放在今天 依然具有启发性 演讲过程中 大概因为忘词 她自己忍君不禁 蒋介石与她相识而笑 眼神里写的是亲密与爱慕 背景声音中鸟鸣周灸 正如生活杂志对她的赞美 她宝石般的话语 和珍珠般的魅力 让人倾倒 抗战爆发前 宋美玲主要管理的几项工作是 遗族学校 励志社 新生活运动 1928年 遗族学校和女校的创建 是宋美玲早年亲自参与 最积极的一件事 也是她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所谓遗族学校 是一所革命烈士子弟学校 收容阵亡将士的子女 和辛亥革命烈士后代 由国家统一培养教育 这所学校在宋庆龄 和宋美玲的共同关怀下 建设和开办 宋美玲年轻时留学美国 她将学到的教育理念 运用到了遗族学校中 她通过观察 发现当时的教育体系 存在于实际生活脱节的现象 强调课本知识 忽视实际运用 因此她设立双手万能 手脑并用的校训 在这些烈士遗族的学校里 我要教他们 如何用手和身体去思考 推理为什么 一件事必须那样子去做 以遗族学校为起点 宋美玲花了很大精力 参与新生活运动 成为该运动的决策者 和推动者 所谓新生活运动 是指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场 全国性运动 最初 宋美玲只是为了改造江西的 落后环境 与当地百姓的生活习惯 之后蔓延至全国 为争取到外国友人 对这项活动的支持 宋美玲在美国和上海的报刊上 发表文章 对此运动 进行宣传 他在文中这样写 提高国民知识道德 在于一般国民 衣食住行能整齐 清洁 简单 朴素 过一种合乎 礼仪廉耻的新生活 推动新生活的同时 宋美玲还极力主张 父女是改造家庭的原动力 为提升女性地位 她做出诸多努力 也以此为主题发表演讲 鼓励中国女性学会自立 自强 我们如要衡量 一国的进步程度 必得注意 那一个国家妇女的情况 和妇女在社会生活 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倘若大多数妇女 有受到教育的机会 而且生活很合理 那个国家 才是进步的国家 这种教育理念 非但没有过时 放在今日环境中看 依然值得深思与借鉴 开办与管理一租学校 开展新生活运动 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 这些举措 让全国人民见识了 第一夫人的政治才能 与个人风采 宋美琳鼓励女性 学会自立自强 而她以身作则 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改变了政坛男性 看待她的目光 正如她自己所述 我想这些官员 起先颇为意识到 我是个女性 但是后来 我全心全意地 投入帮夫的事业 他们也就不再 视我为一个女性 而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想要改变别人 看待你的眼光 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 这或许是宋美琳 用人生对中国女性的 言传身教 人类是被精神力量 所控制的 有了这种力量 世界 还有实现大同的一天 人人归依上帝 人类或有融成一体的可能 这是宋美琳在1936年 元旦的新年讲话 一方面 她肯定现在科学发展 给生活带来的便捷 另一方面 她也提倡 世人应当注意 叫物质更重要的 精神 从讲话内容可以看出 基督教信仰 对她的影响很大 几乎深入骨髓 成为生命的底色 宗教信仰 让她坚信 精神的力量 她认为 要使国家繁荣强盛 恢复民族光荣 唯一的途径就是 人人尽各自的责任 所有人的努力 还得调和一致 可贵之处在于 她没有局限于一国一帮 而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 思考问题 我希望 人人能在爱国救国的 共同目标下团结一致 并且不仅为了本国 还得更进一步 为全世界的幸福而工作 别让任何人 独自负起国家的艰难责任 各地视察工作 登台演讲 开办学校 这些是第一夫人的职责 也为宋美玲带来 无限的荣耀 能力越大 职守越大 权力越大 责任越大 宋美玲便是如此 或许 宋美玲生来就是 心比天高的女性 也恰好拥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机遇 于是 中国历史上 留下了这样一份 最有权势 最具魅力 贡献与争议同存的 第一夫人 好了 亲爱的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了解到的是 婚后 宋美玲 以第一夫人的身份 出现在众人视野 将精力用于协助 蒋介石的工作 创建一族学校 开展新生活运动 发表演讲 这些事情是第一夫人的职责 也为她带来无限荣耀 在下一阶段 第一夫人又将有哪些作为 她陪同蒋介石去过哪些地方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共读吧